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懂美国房产的税务师小胖 我是最懂美国税务的美国房产经纪冰冰 那今天呢我们又来到Ontario 其实上一期呢我们再给大家拍Ontario这里的一个新盘 L5D一户型只要69万那个盘的时候呢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大平层 就是Wallenton Wallenton的这个大平层呢跟那个有一点点区别 就是我先介绍了啊 就是他一进门呢 那个工作间跟那个客卧次卧不都挨着吗 他不是这个呢有一个多沟门房 对对你改成什么都行他也够大 没错没错 所以呢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拍一拍 那么开始前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传统了 我们要讲一些话题 我们上次的话题呢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说内陆帝国 因为这边是内陆帝国嘛 会有些味道就是农场的味道 我们讲一讲说那他是怎么的发展起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味道 我们为什么看好他 我们为什么觉得说他是有生殖潜力的 那今天呢其实呢我们好多客人又来问我们说 哎那是不是内陆帝国都跟Ontario一样都是这么高的地税呢 还有这么重的味道呢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吧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内陆帝国呢分几个 我觉得我认为比较好的啊 第一呢我认为最好的就是Rentro Cucamanga 的确是 对第二个呢就Chino Hills Chino Hills 因为这两个学区都是好学区 如果再让我选的话呢我会选到Rentro Cucamanga旁边的Appland Appland就更靠近LA County 对西边一些 对没错再往后选我可能才会选什么Chino啊什么什么的地方 我的原因呢有几个我告诉大家 第一呢虽然Rentro Cucamanga没有什么新房了 因为新房之前卖的很多了对但是Rentro Cucamanga他的地税很低 是他虽然也有高地税的地方但是也差不多快交完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Rentro Cucamanga他的学区好 OK 第三个原因是Trafford College在那边 对吧然后他的总校啊 对对对他有三个分校 对他有总校在那边 这是我推荐Rentro Cucamanga的原因 然后呢而且他的配套设施建的很好 最齐全的应用力 没错没错没错 他的商业发展是最发展的 对我觉得他算Inline里的一颗明珠 是的 这是我这么想的一颗明珠 其实你这么想 大家都是这么想 看这半年抢房抢的最凶的城市 对啊 就是Rentro 对 然后呢第二呢我比较推荐Chino Hills 推荐Chino Hills的原因是因为 他发展的也比较早 可能10年20年前就开始发展了 对 而且呢味道是这 除了Rentro Cucamanga以外 Rentro Cucamanga完全没有味道 他是这个Ontario Chino 这几个味道里最轻的 是 学区最好的 也没错 配套最全的 对 然后也有豪宅的 对 房子占地也有很大的 对 所以呢我比较推荐Chino Hills 但是新房没有那么 也没有那么多了 现在 对 他们新房又少了 对对对 然后剩下的呢就是Eastville呢 我没有什么发源权 因为我Eastville我没怎么逛过 对 Eastville其实也还可以 对 Ontario呢上期我们介绍过了 我觉得它是以工业为主 所以它会有很多就业 对 会带来很多就业机会 所以我觉得房子呢 它会升值的比较多 对 那我再额外提一个城市叫Redland Redland可能你不太清楚 我都不知道 对 Redland其实在Rentro Cucamanga 往Fontana那边走往东走 然后呢 没有到Sombradino那个城市 那个是叫Redland 那城市叫Redland 那个城市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 它的历史文化抵御也比较强 然后它的升值空间比较大 因为我们有一个商业是在那边的 非常非常稳定 对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之前咱们看过的Lake Arizona 那边 那个就 对 远了一些了 对远了一些 所以呢 但是那边选择也很好 对 很多带糊的大低的 没错 很美的房子都才五六十万 最近有个客人跟我说 说他的先生在做调查 有很多warehouse也搬去那边了 对 那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 是 然后那你来说一说吧 我说了这么多 你都差不多说完了 我补充一点啊 就是 我们 我们也想知道 大家在选房子 如果你在英文买的话 你会选择哪个城市 然后你的原因是什么 那你刚才说了这么多呢 我补充一点就是说 给大家介绍一下 英文派的这个人口结构 因为有很多客户 虽然我们是经纪人 在卖房子的时候 不能告诉你 你家壳币是住了什么人 没错 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城市 或者是大区域 没错 那英文呢 如果整个来算的话 它70%都是西班牙裔 哦 70%都是西班牙裔 但是如果具体到各个城市的话 那人口结构 我最喜欢的话 可能是Upland 因为Renthal和Upland的白人结构很多 对 但是我就说整个 对吧 阴蓝很大 对 如果到Ontario的话 可能就是西班牙裔多一些 非裔的可能稍微多一些 也不会太多 对 对 所以说如果从人口结构上 我个人最喜欢的 要排Renthal Upland Chino Hills 对吧 这几个是最好的 Eastwell也不错 Eastwell有华人多一些 华人也多 因为Eastwell还有Corona都有大华了 对 没错 没错 大家 我给你一个小tips 就是大华开在哪 它的华人比例一定超过10% 对 然后它的城市 不管是商业 还是会好一些 未来的地价都会好一些 没错 因为英兰最早有大华的就是Renthal 没错 没错 当时也是因为我买Renthal的原因 其实我一点都不懂 当时我连牌照都没有 我就选了Renthal 你想那么早14年谁会选Renthal 当时我身边的好多朋友 我有医生好多朋友说 你怎么会买到那儿 但是没想到我赚钱了呀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 叫英兰的几个我们比较喜欢的城市 因为其实有很多视频的朋友都会让我们介绍 什么Soulson Oaks呀 什么Portal Ranch 那边那边我们会有机会拍到西洛杉矶的时候 我们再去介绍 对 那我们呢就拍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往这边介绍 那好 今天我们呢先来看房子 我们今天来看的呢 还是由Lancy开发的 对 叫Willenton 没错 我们来看一户型 它是一个大平层 我们看完了 我再说优缺点吧 就是大家可以先看 然后再看看我讲优缺点 跟大家想的一样不一样 对 今天我们来Lancy开发的 来看一个大平层一户型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它的外立面的设计呢 是有水泥质感的 非常的modern 而且是一个三房 只要69万 我们下面走进去看一看 走进来了呢 跟普通的三房的平层一样 是一个玄关 我们先进去看一下 客厅餐厅和厨房 我们下期再见 请请进来 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衣服 我们下期再见 那我们来看一下设计 我自己对这个客厅有一点意见 因为我觉得它的中导太大了太长了 反而客厅和餐厅的位置有点小 尤其是餐厅 因为它是一个open space 所以我觉得餐厅给的位置太小了 但是总体的光线是不错的 那我们从餐厅走到户外去看一看院子 在餐厅的后面呢 就是整个房间的主屋 主屋也是在最里面的 也是靠着后面的花园 我们看一下主卧的卫生间 里面是一个衣橱 那我们最里面都看完了呢 我们从印记门看看它两个次卧 和一个多功能厅 这个多功能厅我自己蛮喜欢的 它可以作为钢琴室 也可以作为书房 或者会客厅 都非常的好用 我们回到一进门的地方 看看两个次卧 第一个次卧 第二个次卧 第二个次卧 两个次卧 公用的卫生间 淋浴 对面是全屋的洗衣房 离主我也很喜欢 我自己蛮喜欢的 因为洗衣房 我说洗衣服的时候声音会很吵 好了我们看完这个 Wilton的医护行 对我们想知道观众朋友们 是觉得它这个房子 有什么优缺点 你有哪里喜欢 你有哪里不喜欢 请给我们留言 那你先说说 你喜欢哪不喜欢哪 好 可以可以可以 首先呢 我觉得这个大平层呢 跟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 主卧和客卧都是分开的 现在大部分的信房都是这样的 但我觉得唯一如果要我挑的话呢 我会觉得它的这个工作间 多功能间 如果跟前面两个客卧的位置互换一下的话 我觉得更好 因为前两 那两个客卧的话 您接了 就我怕 如果比如说我妈妈住的话 会不会吵着 我反而喜欢这样的 你还反 我们俩总有这样的 意见不同 所以咱们的好多朋友都说 看我好久没怼你了 那你怼 但我真的不是怼你 你想一想 如果互换的话 它的窗的位置就没有那么敞亮了 你就说 卧室 就不好了 就被夹在中间里 是是是 但是你想一下 就卧室 他要那么抢的光干什么 我 我是要是要遮住 不 那总比家在中间要好 对吗 那所有尔湾的房子 一进门都是这样的卧室 是是 我是说 但是工作间 如果他更敞亮的话 我会更愿意在这样敞亮的工作间里头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多空中天 我反而觉得这放钢琴更合适 我的定位不一样 我是要把它当做我的工作间吗 对不对 对 我 这次就我们俩的分歧了 大家也可以 大家也会有分歧的 对对对 就所有人各花入各眼嘛 对对对 那你还有什么觉得会要选 就是觉得他不好的吗 不好的呀 不好的 没有什么不好的 这个这个房间 你觉得他哪里不好 嗯 我觉得有点窃 哈哈 你叫窃 窃是北京话吧 就是 嗯 就是讲配色 就就就 尤其大家可以看到视频里那个那个门啊 就是他说你工作间那个门 是一种藏青浅绿 加了灰色的蓝绿色 它里面的灰色调太重了 但我知道他为什么灰色调那么重 是为了配合上面灰色的那个杆 嗯 但是呢就是这样就显着特别飘那个门 哎呀这个你是几个鸡蛋条骨头 没有几个鸡蛋条骨头 就我我只是觉得说一进来 就是他会影响整个房子的风格 OK 但是其实他的格局对我来讲我是蛮喜欢的 还有他外观我都留给你 对呀他外观我很喜欢 他外观就很moldern 对我也挺喜欢 对吧 我留给你没说 然后呢 但是他一进来他这个门就切了 其实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可能想配合这个外观 但是我觉得啊 这Lancy别骂我 我觉得这Lancy同比 我觉得Lancy的设计不好 但是他里面的格局很好 如果他稍微改一改他能卖的更好 我觉得啊 也许有很多人喜欢这样 大家都可以喷我 但是我觉得说 如果他的门改成金属质感工业风的 更适合他的外观 更适合这个房子 然后格局呢 我没有话讲 我自己比较喜欢 我觉得很舒服很敞亮 包括我们现在做的位置餐厅的位置 光也很好 大家看到这边都有点曝光曝光过度了 对 然后呢 价格呢 我觉得也不错 69万这个价格 我觉得也不错 它的HOA呢 目前是170块钱 没错没错 变完了之后会变成131块钱 对 而且他之后会盖一个特别漂亮的club 他刚刚跟我说 对 等他盖完呢 我们希望我们也给大家拍一拍 是的 缺点缺点来了 地税 地税 持有成本有点高 持有成本有1.8 它跟我们综合算起来 对 而且呢 这边的持有成本呢 延续的时间比较久 是 可能到你卖房子的时候还是要1.8 对 但是上一期节目我也说了嘛 我是看升值的 所以呢 如果买这个房子 如果资助很舒服 您不用care这个地税 如果投资的话呢 那我们就赌他一个升值 如果大家觉得升值有希望的话 我自己觉得OK了 但是大家可以分析嘛 我们就分析就业 分析数字嘛 分析一些data是不会骗人的 对 如果大家喜欢呢 就可以联系我们 那好吧 那你的恐怖没说呀 什么点击订阅关注 对对对对 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如果你有不同意见的话 请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 没错 拜拜